嗨 大家好 我是維佳 我們今天要出發去京都的景市場 因為我們已經去過黑門市場跟木槿市場了 那想說來玩戲的話 還是都去市場去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那跟著我一起來逛看看吧 GO 我來吃看看 外皮還蠻飽的 吃起來裡面就是跟一般可樂比一樣 就是馬鈴薯的餡料 味道就普普通通 可是表皮還蠻不愧的 還OK啦 剛買的第一本是常鮮鮭 新鮮鮮的 它是比較可愛的 還有栗子 我們是買最小的 因為它吃過的 可是栗子超大顆 而且它是寫天然無天假的 所以等它睡醒再給它吃 我買了它說很有名的口味 可是有點燙耶 請回家吃吃糖 這個是很像類似關東煮的東西 喔 幹 真的超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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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馬鈴薯奶油 馬鈴薯奶油 對 小心 不要看到我 我覺得吃完很燙 它是片狀 它是穿上它在中間的 然後外面的魚醬很Q 還不錯 可是那個馬鈴薯奶油 主要都是馬鈴薯的味道 而且沒有很重 因為它馬鈴薯很小條 可是還不錯就滿Q的 另外就是 這也好大 好大喔 而且這很重 還是魚醬的味道蠻重 我猜蝦子應該是磨成泥在裡面 有一點點蝦子的味道 就很像關東煮裡面會出現的料 可是比較Q 有比較鮮甜一點 就是魚醬的味道 不會像是那種冷凍的感覺 還不錯 大家可以來吃剛剛鈴薯奶油 那我看 順便吃剛剛買的蝦子 我吃了500塊 然後它有三隻蝦子 喔 是三隻喔 我以為是一隻大隻 有很多那麼大的蝦子嗎 喔 它蠻酥的喔 然後妳餵我吃好了 很難咬 這是撒鹽巴 而且鹽 它繼續有一個臭味 有嗎 有 可是鹽巴還蠻濃的 可是蝦子還蠻Q的 還OK啦 只是剛剛看 有很多人在那裡買的 對啊 所以我們就想說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就買了 這其實沒在我們的預料吃 是很好吃的 很便宜的欸 好多自己喔 而且那個蔥 喔 怎麼是蔥欸 我要吃囉 看起來很大 看裡面怎麼紅紅的 不是有蔥嗎 應該有吧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光是紅的 要喝日子 要泡沫 好多屁 那我要冷靜 喝光好 喝光好 這就是有兩個很大的蔥 然後三塊雞 蔥的味道蠻重的 因為它本身雞肉 醃的味道比較淡 喔 厲害喔 蔥很好吃 這可是它雞段很大 水分很夠 所以這樣吃起來蔥很好吃 然後配上它的炒肉醬 有一點甜甜的 然後本身調味又鋪很鬆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直接買來吃 而且這我買的 我覺得很不錯 它還有直接賣整隻 炒雞腿讓你拿著吃的 很靠奇有沒有人直接這樣拿去吃 這個是全中雞卵 150塊 看起來很可愛 很像蛋糕鮮 然後這個是三木雞卵 它裡面有湯 這個是200塊 它們就在附近而已 然後也看到有人推 所以我們兩天都買來吃看看 兩根叉子是怕它壞掉的 真的壞了 這個吃起來蠻鬆軟 然後有高糖的味道 高糖味道還蠻重的 還不錯 我覺得比之前吃竹地的好吃 還是因為竹地之前都是冷的 然後這個是有湯的 其實現在還蠻冷的 所以有湯的應該會得出 湯就是一般的那個 菇菇湯 這個也蠻鬆軟 然後它本身的蛋味 比一下那個還要重量 就算沒有沾菇菇湯 我也覺得它的蛋味比較重 我比較喜歡這一個 可是沾菇菇湯房 很不容易吃的 對 很燙 大家可以來 兩間都買看看 反正肉很小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上次趕下的時候 那我要來的家 你家超爛的 欸 你自己的 你的洞開太大了 啊 好像大片 我點的是加蔥的 它的蔥好乾燥喔 喔 很燙喔 請小心嘴巴 它當成這樣蠻顯的 有一種很像大板燒的這樣 它看起來比較大顆耶 它蠻大顆的 然後這邊的麵糊是比較熟的那一種 不是糊糊的那一種 它沒有到很低 可是相對起來還是蠻接近的固態 所以好吃嗎 所以我比較不喜歡對不對 喔 就是蔥是加分 好吃 它蔥很乾燥 我真的蠻特別的 後面吃起來蔥感覺會有點濕潤濕的 人氣我覺得 不要被路人騙了 因為有很多路人騙出來 對啊 所以就被騙IG 好不好 這個人我看起來 好像很餓 房子房子 好像很好吃呢 等一下還要再吃魚 酒吧欸 我吃了一個吧 哇 哇 哇 哈哈 剛剛買了燥燒魚 就都是燥燒醬的 就不知道是什麼 看起來應該是不同的 它雖然是擺在那邊 可是你點了以後 它還會把這個先拿去圍鍋一次 點那種炸的 它還會再繼續有鍋炸一次 我現在算我覺得不便宜 因為算要500塊日幣 小小的 三個其實是同一種魚吧 所以味不一樣 像是胡椒釣魚這樣 然後比較鹹 魚肉也很乾 我吃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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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喜歡 不是很喜歡 這間好像很有名 樓下有一些商品 樓上可以吃東西 好久才進去 這是鮭魚生液片跟干貝 然後剛剛要排隊 根本不知道怎麼排 就是大家都隨便排 可是生液生液超好的 先吃這個吧 鮭魚 沒有 我要用一點 哇沙的 我不用太多 他們態度很好 好香 還不錯 很甜 我其實不太會補出生液 就是吃起來如果甜甜 然後沒有什麼怪的味道 我就覺得蠻好吃的 有沒有吃甜甜的 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看起來蠻新鮮的 鮭魚是400塊 然後干貝是350塊 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而且你生液真的很好 嗯 這麼冷喔 還要吃 那形狀很特別 好像很硬 應該不是因為跟現在比較冷一樣 看起來超硬的 像這個 倒下去會不會掉 又不是脫了氣冰淇淋 好 有點像是豆香餅茶 可是沒有那麼合理狀態的味道 就介於冰淇淋跟冰沙之間抽乾 然後整個吃起來就是豆漿 就真的就是只有豆漿 而且很硬欸 可是豆漿味蠻濃的 愛喝豆漿的 欸我覺得真的還不錯欸 好啦今天景視場的行程 就逛完啦 那 可是其實也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我本來想要吃那個牡蠣 可是它不能推銀額色進去 所以我們就沒有吃了 真的很可惜 從外面聞起來真的很強 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好啦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或者是直接訂閱我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超級ed 我們下次見 去看看